做人一辈子,人品越好,素养越高,格局也就越大,人脉也就越广,好人品,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,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,是每一个人的黄金招牌,一个人,外表可以不光鲜亮丽,内心一定要善良真诚,生活可以不大富大贵,为人一定要顶天立地。 一个人的人品,不需要华丽的语言称赞,不需要昂贵的物质包装,而是要经济提救货,不管多难,善良不改,不管多苦,品行端正,好人品,是做人做事的根本,做人善为先,待人称为贵,做事情为主,在困境中,坚强不屈,在意义下,政绩不丢,人至一辈子,先做人后做事, 只有把人做好了,做事才能够成功,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,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,人,要有一颗善良的心,更要有一个短正的品,厚到做人,坦荡做事,多站在别人角度考虑,才能有好人缘,才能得信誉,一心向善,一成为本,才能赢得众人的尊重和称赞,古人云,厚得在物,就是说, 人要留好德行,就没有承载不了的事,无论走到哪里,总会意义生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